大家好 欢迎来到好焦可丽 不愿意还来点心面 主要管明播出的娱乐乐翻篇 我是小鱼君晨 大家好 我是谷晓 讲了昨天呢 你知道我小心脏快受不了了 发生了几件事情 昨天也吃掉啊 什么 就是让我震惊 首先讲到的这件事情 就是和你有关系 我 我怎么了 你知道昨天晚上 我本来是非常非常饿的 后来看到某人发了个朋友 然后那么多吃的 我跟你说 某人是不是谈恋爱了 第一 美食引用我 第二 谈恋爱不告诉你 这是一件很坏的事情 怎么我在家里吃顿饭 跟谈恋爱有什么关系 就那个量太大啊 你知道吗 那真的是我一个人吃的量 好吗 昨天晚上一边看国族 一边吃饭 真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而且你说这个量大 我是有自己有调控 你知道吗 当我知道晚上 要吃一顿风生晚餐的时候 我早上或者中午的时候 我会少吃点 喝一杯水 或者只吃水果就可以了 你知道吗 你这个方法特别不可取 大家吃得比较学习 不过讲到体重呢 对于演员来说 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 这个糖烟之前是很瘦的 对不对 但最近听说他变胖了 胖到了200斤 情形大反转 糖烟增飞演200斤 大胖子 尝一道爱美之心 人气有值 可偏偏就是有人 不走寻常路 天要犯愁 昨天由糖烟 Rain主演的偶像剧 柯拉练在上海举行发布会 据说在戏中 瘦弱的糖烟 居然摇身一变 成了200斤的仇女 我不是 她是特技化妆 我会脸上做一个 就是特技的妆 这个妆要化我一个小时 化完整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 你不敢照镜子 照镜子的那一瞬间 会崩溃的 形象转变太大 胖到连自己都吓到 这画面太丑 小编不敢想象啊 不过戏中 糖烟的造型 虽然丑了点 但作为搭档的Rain 却表示 一点都不嫌弃 糖烟有200斤的造型 不知道Rain看的是什么感觉 真的 那么 고생이 많을 것 같아요 真的 힘든 작업일 거예요 Rain在现实上 能接受200斤的 哦 좋아요 小编瓶 心里美才是真的美 形象大反转 刘德华出演农民 很头疼 为了角色 自毁形象的 又何止糖烟一人 昨天由刘德华 景博然主演的 电影师姑 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在影片中 刘德华一改男神形象 饰演一位 寻死15年的 农民公父亲 一向气场强大的华仔 哪怕仅仅穿上 一件普通的军大衣 那都是抢占 媒体版面的 时尚潮人啊 这回反普归真 当一个落魄悲情的 农民公大兄弟 就成了华仔 最头痛的问题 我们在拍 还没拍之前 就跟导演啊 演员啊 所有的那些 摄影师啊 他们都会说 如果你觉得 你们有问题 你就跟我说 我可以冲人 这个我过 不可以保证 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都 完全 完全是跟以前都 颠覆了 这个是很难的 所以 也需要大家的方法 临江大反转 林俊杰被打 明日受损 有的人是 颠覆形象 球突破 有的人则是因为 负面新闻 形象大大折扣 昨天林俊杰 在北京举行 新专辑 新地球庆功会 尽管新专辑 轻松横扫 各大排行榜 成继几人 但媒体们更关心的是 杰杰之前 在排杯举办 签上会时 遭饶舍歌手 陈彦恒 袭击一事 你姐姐现在 昨儿好了吗 没事 没事 那时候有 要请他道歉 或者是什么 没有 我觉得 就是该做的 都已经在进行 所以 我不会再 就没有什么 想要回应 有就是 照该走的 但是有在 帅班人 虽然陈彦恒 在袭击林俊杰之后 坎城是想借此机会 让世人记住 不过近日 陈彦恒又再次通过 某社交网站 听报 打林俊杰的另一个原因 那就是因为 姐姐太爱任干妹妹 和骚扰女神 这个原因 真真是让人 大跌眼镜 不知道对此 林俊杰有什么要说的吗 对 那个世报 有还说 说了他 我被他打 杀一滴 杀一滴 不用再回应 小冰萍 请者自清 我们详心你 乐凡天综合报道 刚刚顾晓说了 昨天傍晚的时候 小心脏有点受不了 第一个原因是 我吃太多 其实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一部戏了 来自重返20岁 我昨天去看这部戏的时候 本来报了一种青春片去看 没有想到看完 给人的感触那么的深 什么样的感触呢 作为老年人来跟我们谈一谈 你看完之后 过后来 那一天呢 就是看的时候 身边有很多十七八岁的人 他们看的时候 就从头笑到尾 而且是为了陆寒去 那在我身边呢 是一个姐姐 从头哭到尾 可能在想说 青春一去不复发 就好感慨 就是每个年龄阶段 都从这部戏当中 可以得到一点 这个票房会那么好 就是因为老少婚 当然票房好了之后 主创都会好好庆祝一番 那不知道陆寒 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先入抢占娱乐圈 陆寒否认 罗跑喝票房 生活如此多教信 又如此美妙 在这个花美男 承包万千少女的时代 哪里有鲜肉 哪里就有尖叫声 昨天韩国男团 EXO前成员陆寒 写电影出女秀 重返二十岁 亮相香港 话说陆寒 在韩国以歌手身份出道 回国却演起了戏 这肯定有一定难度吧 我觉得要准备的很多 比如说就是要放人性做 要去练的孩子 要去练的孩子 要去练的正位 怎么样自己 去练的女人给 出两句 对 哎呦 放心了 这么多爱你的人 一定会毫不犹豫 为你充票房的 你就准备好兑现 破两亿 就裸奔的承诺吧 哎 这得让多少女粉心碎一地啊 咱还是来说说 让粉丝们开心的吧 从药市公布的消息来看 苏涵即将和吴亦凡 陈伟霆一起登上 杨年春晚的舞台 这只这 想想都有点小激动了呢 不过话说 届时会跟EXO前队友 吴亦凡同台恋 真的是要合唱 我的中国心吗 这个是个秘密 这个是个秘密 小飞瓶 这不就是公开的秘密吗 鲜肉抢占娱乐圈 李峰朝自恋 就爱小鲜肉称号 陆寒人缘爱 苏苏也不差 昨天小鲜肉李峰 和全能奶爸黄磊 一同出席商业活动 当曾经的鲜肉 遇上如今正当红的鲜肉 又会有怎样的火花呢 那黄磊老师就是 当年也是被称为小鲜肉 绝对是 然后现在他又是施奶杀手 跟他同家会不会有压力 我要向他讨教 后面我作为转型期的时候 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施奶杀手 我说苏苏 你这小算盘大的呀 笑边也是醉了 别说未来了 当下小鲜肉时代 不是还没有过去呢 不知道您对这个称呼 还满意不 这个称呼 我很喜欢 因为我已经七年了 还可以被大家称作为小鲜肉 我希望我继续保持我这种 还给大家新鲜的感觉 然后有活力 先入强战娱乐圈 姐姐Chris发布会 现场求问哥哥周 说到先和以下这两位相比 苏苏也得靠边站了 昨年薯条爸爸曹格 带着自己的两萌娃 出现在了电影 雄出莫之雪岭凶风的发布会上 话说自从参加完 真人秀节目之后 Chris和Joe这两个小家伙的人气 那叫一个蹭蹭蹭往上涨呀 而两个熊孩子也真是放得开 到哪都不却场 大家好 我是Joe哥哥 我叫你爸姐姐姐 Grace姐姐 你这是要唱三哥的节奏吗 刚上场就气势辉红 接下来更是调皮到不行 难以控制 甚至在台上多次想要亲哥哥周 你看一下我台 我那我台那 好那亲爸爸 亲爸爸 好不好 你们两个亲上 小笔屁萌话了 那本年综合报道 我不是讲说 昨天我的小心脏 受了几次的惊吓了 还有第三次啊 对 接下来我要讲我的第三次 第三次是在这个半夜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一个标题 说陈赫离婚 自己承认了 我当时本来就睡觉了 你知道 突然间惊醒 然后去看那个标题 看完就我在这感慨说 在之前的时候 参加真爱在窘毒的时候 两个人那么好 这怎么突然间就 两个人说分开就分开了呢 让人真的很难看 真的我说那句话 我不相信有好男人这件事 怎么说的 你身旁这一位呢 对不对 你什么意思啊 好男人 不过我觉得感情的事情 再怎么说都说不清楚 只有当事者自己最明朗了 没有防派出乎意料 吵了两天的陈赫离婚传闻 最终还是成为了现实 昨晚十年 在传言中沉默了一整天陈赫 在微博上发出了长文 我错了 这时自己与妻子许静 于半年前离婚 成两人是和平分手 间接否认是网络上传言的 有第三者张子轩的介入 同时陈赫主动认错 称分手不是因为别的任何原因 是我没有维护好这个家 是我的错 常微博一出 网络上顿时炸开了锅 各家看法众说分云 回关群众震惊的同时 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理解 然而也有不少网友痛批陈赫 十三年的感情相伴 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就在网友们热烈讨论之时 陈赫前妻许静也发出微博 力挺前夫 他说他只是个脆弱的孩子 却是我的亲人 请大家不要攻击他 言语之间依然充满对前夫的关心哦 哎 如此美好的童话破灭 不得不令人倍感唏嘘 而有悉心的网友发现 其实陈赫许静的离婚 早有先际可循 从去年九月起 一向热衷于晒恩爱的陈赫 微博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许静的真意 而在去年 陈赫许静两人高调加盟夫妻真人秀 真爱在囧图中 当时感觉颇有趣的桥段 如今看来是别有含义 你要是再让你重新出生一次 你还跟上节目呢 有点犹豫 问题啊 他们说韩国人最爱问夫妻的问题 就是你再 如果有来生 你还愿意跟他 愿意 刚才这个 刚才问他的时候 好久都没拿出来 该集录制的时候 两人并没有离婚 但许静的反应 眼界界证明 当时夫妻两人 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根据陈赫的声明叙述 夫妻二人离婚的语言 主要是因为陈赫的工作 太过忙碌 与妻子聚少离多造成 而关于这一点 去年12月初 陈赫接受乐凡天专访时 也有过提及 现在工作这么忙的话 许静会不会私下有抱怨 都没有时间陪救我 肯定会有 一直其实都有这个问题 今年都做得很好 今年都做得很好 就只能等后面的假期 如果当时小编 对于陈赫的回避 还不理解的话 那么现在小编 才真算是恍然大悟了 不过虽然这婚事离了 不少网友 仍然对陈赫的离婚声明 发出质疑 认为他满嘴谎话 根据南部娱乐周刊 主编谢晓的描述 在陈赫承认离婚前一天 还在跟他商量 拍夫妻大片的事 同时有媒体称 昨天陈赫现身某广告拍摄现场 心情很好 并没有如微博所说的 难受了三天 而去年7月 已经离婚的陈赫 在8月份的时候 还出了一本 关于爱情的新书 并在微博上示爱妻子 如此多的前后矛盾 让网友不得不质疑 陈赫离婚后 人作秀 消费好男人的陈赫 不过一小编看来 事情既然发生 就无法挽回 身为明星 在享受高人气待遇的同时 也必须要经受 各种非常人的考验 陈赫的声明 虽然博得不少网友的同情 但其中多次强调 自己只是普通人的说辞 让人感觉 陈赫明显还是准备不足 甚至有语无伦次之感 而一晚上之间 关于陈赫离婚的消息走漏 以及各个娱乐微博账号 真相爆料的行为 还是令人感觉有些奇怪 就有网友质疑 是有幕后黑手 主导一切 而网友们也将矛头指向了 跟陈赫有过合作的 王川金 郑凯等人 不过在陈赫发表声明之后 电视剧爱情公寓的成员们 也纷纷发表微博 为陈赫说话 女子乔扮演者孙艺舟说 他错了 请大家放过 王川金则说 希望我真的是 最后一个谈起此事的人 各位看客都静一静吧 而一直于陈赫是情侣党搭档的 楼一霄 则转发了许静的微博 说将心底心 请给他们一点时间和空间 而陈赫的好同学 好兄弟郑凯 则转发微博说 兄弟加油 我们陪你一起成长 曾经 现在 何以后 一次从侧面回应 网友对郑凯是幕后挥手的质疑 哎 看了这一切 只能说贵圈水太深 入行虚谨慎啊 在这个贵圈好男人 纷纷绝迹的时代里 小编只希望 那些依旧坚挺的男艺人们 不求做个好男人 能好好做个男人就行了 乐凡天综合报道 接下来的时间呢 要给大家送好看了 有两部电影 同时的电影票送给大家 现在这两部电影 分别是月24号的 喜羊羊灰太郎之 羊年喜羊羊 还有一部呢 雄出墨之雪岭雄风 所以喜欢这一部电影的朋友 可以带上自己的孩子去观看了 当然获得电影票的方式 也非常简单 只要登陆到我们娱乐乐盘店的 官方微博或是官方微信 来回答问题 参与互动就可以了 是的 现在赶紧来索取了 接下来的时间呢 马上看看娱乐圈 还有一个新闻吧 导歌手迎来第二春 萌书寒雷 长得老被中人调侃 在这开脸的娱乐圈 有的明星们长得太着急 有的明星还在逆生长 明明同辈人 待遇大不同啊 昨天林志炫 韩磊 杨云云 共同出现在了 某音乐节目的开播发布会现场 本来就嫌老的萌书韩磊 这次站在情歌王子林志炫 和不老田姐杨云云的身边 更是不能独立调侃 刚才您一直被他们开玩笑 说您长得老 您介意的 我从小就没听说 我有多年前 习惯了是吗 完全习惯了 老歌手迎来第二春 万芳推新专辑 怕上歌唱节目 同为资深歌手的万芳 昨天在北京 举行了最新专辑发布会 2015即将开启 寻演之旅的万芳 在事业上 也迎来了第二春 三位问到 会不会效仿其他歌手 参加歌唱选秀节目 再火一把 万芳就直呼 自己很害怕 我其实有一点点 害怕 我觉得现在的 那个歌唱比赛的 那个标准 都在 好像大家都在标副歌 有没有 那个副歌一到 打打就 哇 唱得很厉害 但是我其实比较期待 就是我们再回到 那个唱歌的 本质的美好 老歌手迎来第二春 卓一婷出道三十年 对死亡传闻无奈 每边万芳已经出道二十五年 这边80后歌手卓一婷 居然出道三十年了 真真是 惊叹了现场所有的小伙伴 仔细算来 五岁就已经登台表演的 卓一婷 的的确确 已经出道近三十年了 不过这位资深老前辈 近几年 却总是被传出 死亡的假消息 对此当事人卓一婷 当天首度出面 澄清此事 到了飞机机 还有什么被人杀害 还有什么自杀版本 自杀我拍结果 对对 就我自己也冒冷汗 那我当初刚回来 在接演出的时候 其实我还不知道 事情有那么严重 对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我去到每一个地方 每个地方的人都说 这个不是卓一 游乐春春烧 杨公如自爆 爱看惊悚片 日前有李志廷 文永山 竹竹主演的惊悚片怪谈 在北京举行手艺里 不过遗憾的是 男主角李志廷因故缺席 反而作为嘉宾亮相的杨公如 倒是成为意外的焦点 一直以来杨公如都给人 温婉柔弱的印象 没想到现场她却自爆 私底下恨爱看惊悚片 其实我本身很喜欢看这种 联谊啊惊悚的戏 真的吗 对 没看出来了 娱乐春春烧 Celina约Ella一起生小孩 最划算 昨天人家宣Celina 写个人首张专辑 3.1415 来到北京举办新歌首唱会 说到新年新计划 Celina不但把身子计划 提上了日程 跟下好姐妹Ella 发起邀约一起生 如果我们一起怀孕生小孩 其实是比较划算跟有效率的 因为你看如果我们SH 现在都已经没合体了 今年没有了 那如果我生小孩 又要再休息一年 如果我生完 换Ella生一环 那要休息两年 所以我们两个 如果一起生的话 就只要一起休息一年就好 娱乐春春烧 刘欢一看爱图姚贝娜事事 刘欢极客军意 近日一影片 中奎扶摩主题曲 演唱者身份出席活动 谈到等刚去世的土地姚贝娜 刘欢就表示 内心很沉痛 我觉得对我们所有人 都是一个四肢 要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 我们私下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那来到玻璃海台 点心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只答的问题呢 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昨天问题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王祖兰和李亚南 恭喜一下的朋友 除了获得好吃 要给你玻璃海台点心面 第一次的大礼包份之外呢 另外还有昨天送出的 苏醒请你下面的专期 恭喜你们 是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今天的问题就是 并出这个首饰人是谁呢 只要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娱乐冷房间的 官方微博或是官方微信 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会机会获得好潮给的 玻璃海台点心面 提供了大礼包一份 还有那就是我手中的这本 比比周比显的 亲笔签名的写签记一本哦 是的 希望大家赶紧来搜取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明明同时间 不见不见 在一起 Stock东 sexual app лишь 采 词 词 韦 词 词 词